全球話題持續來關注 這個最新的變種病毒 阿姆克蘭 英國證實呢 境內出現兩例的新型的 這種阿姆克蘭的病例 這兩名染疫的民眾 是從非洲南部入境英國的 英國當局因此宣布 擴大對南非各國的入境限制 我們來聽一下最新的一個說法 英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六個 發現阿姆克蘭的確診病例的國家 而目前這兩人正在自主隔離 他們的接觸史 目前英國官方也正在追查當中 好 針對這個新型的變種病毒 來勢洶洶 除了比利時最先傳出了 首例的確診病例之外 現在在歐洲的德國意大利捷克 也陸續發現有確診的案例了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德國的確診者呢 是日前由南非返國的兩名旅客 他是在24號抵達慕尼黑機場之後 在家隔離 在家看到了阿姆克蘭的新聞之後 主動尋求要篩檢才發現自己確診了 而義大利則是檢測到一名來自莫三比克的確診者 至於捷克的病例則是經由南非和杜拜飛回捷克 在醫院證實確診了 另外美國是否已經有相關的病例呢 白宮防疫專家佛奇說 他說如果美國此刻已經有 阿姆克蘭的感染的病例 他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你認為阿姆克蘭的確診者是已經在這裡 多发生了一种感应 需要转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